用不到一年的桃園蘆竹區新人活動中心 竟然出現了電梯內也下雨的景象 這個月四號午後一場大雨 先是頂樓因為排水不急而積水 沒想到連室內電梯也遭波及 更離譜的是民眾說漏水當下 電梯居然沒有自動斷電 導致正要上樓的人差一點誤入受困 正要走進電梯 只見電梯周圍邊縫到處都漏水 就像戶外一樣下起大雨 走上樓才發現頂樓積水已經淹到腳踝 而且水還一路往室內流 讓電梯跟著遭殃 這裡是啟用不到一年的蘆竹區新人活動中心 因為連日大雨竟然出現電梯裡也下雨的奇景 民眾說這個月四號午後一場大雨讓電梯故障 不過電梯居然沒有自動斷電 還不斷開關門 但常管理四樓是服務長輩的日間照護中心 三樓則是拖映中心 讓正要上樓接送家人的民眾差點誤入受困 一組家屬跟長輩下樓了之後覺得好像不太對勁 然後我們就是立馬先聯絡電梯的公司 那相關的這個拖映中心以及這個長照中心的機構 8月6號也停止收拖一天 我們在8月8號的時候已經完全的修復完成 謝福解釋當天因為排水系統阻塞才造成電梯漏水 除了聯絡電梯廠商到廠關閉電源 也承諾會加強出通排水系統 只是才啟用一年就漏水 被誇張景象讓民眾無奈又傻眼 記得聯絡廠商團員報導